在花莲社福机构担任视觉设计师的温利德 他非常擅长用画作来呈现机构需要募款的对象 那么他也获得今年日本国际插画大赛入选奖 就画画对我来自满 我觉得我可以投空在其中 也可以满开心的一件事情 一笔画将色彩叠出来 要叙述一只老鼠把卤络当城堡的股市 图还没完成故事就架构好 眼前这位大男孩沉醉在他的绘画世界 而这是他闲暇时的创作 真正的职业是社福机构的视觉设计师 他喜欢把东西排得很整齐 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的行为 所以就有把它记录下来 三只大熊的纯钱筒说的是机构里的三位自闭症学员 他们被称作大熊 温利德脑筋动得快 用熊代替 摆脱过往简单的图像 以真实的样子 让社会大众看到机构的需要 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画作用作在这个纯钱筒的图稿上面去 就是让画一幅比较温暖 吸引人的画作 让大家可以更喜欢这个纯钱筒 可以想把他拿回家收藏这样子 他的纯钱筒作品 那其实就是从这些力争的大孩子身上为饭 我们进而画出来新的成品 我们就尽量 因为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就是画的同时 还有包有一点就是他的手绘的感觉 画画就是他的生命 西十二年次的温利德 从小就喜欢画画 曾在街头摆过摊 想用自己的画感动人 五年前从基隆来到花莲 投入社福机构 担任视觉设计 擅长把动植物做结合 像是这幅太极与狗 把狗年与十二节气融合 还有这幅柳阳迎春 把西洋的母羊座 跟东方的七名座结合 而另一幅春牛细雪 则是立春与根座的牛 这三幅创作 还获得日本国际插画比赛 入选奖的殊荣 这是对我蛮大的一个努力 算是我的专场跟兴趣 能够用插画去感动更多人 这个是我希望往后的方向 这样子 自己的天字品 最后就是处理它 最后可能比较细的方法 这个细节的时候 把它做出来 第一次参加国际赛就得奖 吴立德更有信心 而登养的作品也不做私藏 希望拿出来意卖 并将所得捐给自己所属的 社福机构 持续用自己的笔触 画出动人心弦 又能帮助社会的画作 明星文 吴正彦 欢迎报道